嘿!又來到我小丑女的沛山studio了 我們這次這條影片照舊也是吹水片 如果沒有興趣聽的話 只想看設計的話可以關掉我的聲音 我這個頻道主要是說一些AI、Foloshop 做一些特別的東西或者設計上的東西 以及一些吹水片一邊吹水一邊設計的東西 像這條影片一樣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就記得訂閱我 如果有興趣的話記得按讚我這條影片 我們現在就看看女團名單有什麼人 這個就是剛剛出爐的1月12日 6時30分間公佈的 我現在正在看01 她就說那個名字叫Connor 其實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包括有Math、阿餃、阿Dae、Ivyso、Ranker 心靈、蘇晴、Candy 這裏另外又說 有網民看完這個名單之後 直接說看你這對女團 應該就輕鬆打爆Mira 好像很有挑逗性 這句話 那Math、搞、阿Dae 之前其實我都已經拍片說過 如果你有興趣聽我的廢話的話 你可以去看之前的影片 另外下一位就是Ivyso 其實我覺得她應該是比較門面擔當 因為她美女 她笑容都很燦爛 其實我覺得她有一種很正能量的氣質 很正面很陽光的 所以我覺得選擇她又不會覺得很出奇 但是不選擇她 我又不會覺得很像 哎呀 我不覺得她很差 因為她整體的人很漂亮很陽光 我覺得她一定有她的吸引性 她其實也是一個大熱 所以我覺得選擇她是一件很合理很正常的事 她還沒出這個名單之前 其實我都覺得她會入 那下一個就是Winker Winker Winker 其實我覺得 也是我想她入的 但是 你說我是不是很喜歡她 其實我又不是很喜歡她 但是她 我是覺得她 無論她唱功的實力方面 還是她樣貌方面 其實也是美女 美女和唱得好 所以我覺得是應該入的 只不過是 我都不理解什麼原因 她的人氣 是相對上 好像 不算很高 不算在比賽當中 覺得她很出眾 但是 對 其實我這個是不理解的 不理解為什麼 我覺得她是可以 再出眾一點的 那另外 心靈 心靈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是覺得她應該入的 雖然我不是她的朋友 但是我覺得她各方面都很好 不理是她的樣子 還是她的技能方面 那她的樣子 如果你不說她 其實她三十幾歲 根本就看不出她三十幾歲 而且她是漂亮 另外呢 我覺得她是有一個代表性在這裏 即是 不理她是 即是 覺得有幾 幾無可能都好 她都要去試 即是好像 有一個勉勵性在這裏 她自然不會知道結果是怎樣 那她現在試了 就讓大家看到 她成功了 成功入了女團 對 因為 傳統上 女團 通常都是一些很年輕的 女生 組成一團 那我亦都見 有看youtube 即是看她們那些 片 都有人說 心靈三十幾歲 她就太大了 入女團 即是 你獨自都可以 這樣 所以 我就覺得 她現在入到了 就是一個 代表 你不要 即是 一來 不要被社會 困困困住了你的思維 二來就是 其實 你覺得不可能的事情 不一定真的不可能 再來就是 蘇情 其實蘇情 在這個女團裏面 我其實沒有太大的感覺 因為 其實她本身就是三甲的大熱 所以她現在入了 我也覺得 很正常 即是本身的mind-sap 裡面 我已經覺得 她和Ibizzo 是一定會入的 所以 都是沒有什麼感覺 還有 我覺得她是平均 各方面 她跳舞很好 樣子OK 還有 她唱歌都OK 但是 如果你說 對我來說 那 其實追悍性 我又不是經常追她 看她 所以 沒有什麼comments 來到最後一個成員 就是Candy Candy 這個位置 其實我覺得她是跟Yoyo 爭的 如果你說 兩者的話 其實我會選 Yoyo 純粹個人喜好 Yoyo我覺得漂亮一點 甜美一點 還有 雖然她試過比賽 災難性地唱歌 但是 如果她穩定的時候 我覺得她的聲音是比較容易 但是 你說 進步的話 那一定是Candy 好一點 還有 我覺得 她Candy 的心態 其實是好的 她是 一開始被花姐說 看不起花瓶 然後她都覺得 她都說 我也看不起一個花瓶 我也會看不起自己 如果是靠她的樣子 進去的話 最終她都 叫做成功 事件事都給大家看 其實 我是有一路進步的 進步很大 就是 令到大家看到 還有她會很努力 去 被人知道她不是花瓶 所以我覺得這個心態是很好的 還有我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原因 為什麼她可以 最終進入到女團 這樣 所以 也沒有說 怎樣的 雖然個人比較喜歡 Yoyo 但是 Yoyo的確 你說進步的話 真的 不會覺得很大 還有 是很不明顯 還有 不是很見到 不知道大家的女團人選 又是誰呢 又是否你 心目中那個 現在出了你這個名單 不妨 在下面 告訴我 其實我也想 看看大家 那些想法是怎樣 還有 回應 網民所說的那句 這對女團 是否又可以輕鬆打爆MIRROR呢 對 我自己在這裏覺得 先戴著頭盔 MIRROR的粉絲 不要打我 雖然我自己個人都 挺喜歡MIRROR的 不是 我應該是燈神粉絲 我不是MIRROR的粉絲 我是燈神粉絲 那 其實 我就 覺得 實力方面 是 有幾個女生 這對的女生 是被MIRROR強的 但是 人氣的話 這些都是公司捧出來的 所以 大家 真的 同一間公司 又不用 不用 那麼激烈的 這個競爭 對 良性競爭是好的 但又不需要打爆MIRROR的 對 希望兩隊都會繼續 長青紅 最後 你都聽到你這裏 不妨 CLS 我 我之後有什麼影片呢 按下小鈴鐺 如果之後有影片的話 你就可以 再 跟我一起 來吹水 或者 看看其他設計 看你們喜歡看什麼 對 所以呢 我希望下次再見到你 拜拜